原边建筑内传来枪声 拉近镜头一看 建筑屋内居然有嫌犯 在一间奢华公寓里挟持着人质 与警方对峙 这名嫌犯据传在挟持人之前 已经犯下多起案件 先是随机朝路人四次开枪 接着又从百老汇大道闯进一间商店 朝着店内一家三口开枪 最终警方开枪击毙了嫌犯 不过犯案动机目前还不清楚 而在纽约拉瓜地亚机场 则发生了另一起惊魂事件 一架美国航空班机 疑似有乘客携带的行李藏着爆裂物 飞机一落地 机上八十多名乘客和机组员立刻疏散 嫌犯也被维安人员压制在地 目前人已经被逮捕 一连多起治安骚动 让美国这个周末很不平静 三连新闻 王姐报道